他有这个权利 结果吗 结果你考虑过吗 说到投资 你们海外公司投资 那个什么什么旅业 他管理那就要一个乱 行了 不提这事了 反正负责这项目的CEO 已经被换掉了 阿文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心给我找一个稿 好 回头说 好 好 李光 那咱们就喝酒吧 来来来 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谢谢 欢迎 欢迎 谢谢 谢谢 欢迎 这个案子啊 你最好别碰 这案子是有什么问题吗 水很深 如果你发现 王东亮在财务上面 有任何的异动 你都要告诉我 我们可以进行申诉 王东亮回来了 饭吃得不开心啊 王东亮的公司 就是你们海外捕头的 对吗 你在利用我 能听我解释吗 我不听 我要回家 能听我解释吗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 情况也没严重到 我要利用到你的 不严重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你明明知道王东亮的底细 为什么还装作一无所知 我现在觉得我就像个小丑 你像什么小丑呢 哪里像小丑啊 是 我是认识王东亮 可是那天进到包房之前 我怎么知道 王东亮在那包房里边 我进去是出于本能 我想保护你 我怕你受到欺负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你要真敢欺负李诺家 我真通知保安抓你 基金要投黎明集团 你在跟投资方 你来我往的谈判过程中 一边让财务去测算投资回报 一边布局包括亨达 吕燕 紫薇园林在内的 上下游的产业链 前者为名 后者为安 为了防止投资方 看出来你的目的 而提出苛刻的要求 也为了防止被投方 看出来你的野心 而坐地起价 你用海外公司去补这个局 所以 我在代理亨达法人 离婚案的时候 关联检所谓无关联 你的复盘没问题 为什么瞒你呢 有两点 第一 我们跟亨达签了保密协议 第二 你对林小月有保密的义务 我总不能跟你说 你现在需要保密的 离婚案的男主人公是 王东亮吧 但是你已经察觉到了漏洞 所以王东亮才会一反常态地 去安慰林小月 这里面有你的功劳 有的 有的 但可能现在我说出来 你不太相信 我见不得王东亮他欺负女人 我确实不信 这里面有你们三千万的投资 你说这么好的夜晚 我们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吵架上 还是为了别人的家务事 因为我爱你 我要知道 我爱的人是什么样的 你这是上纲上线 对了 我就是上纲上线 但有必要这样吗 沐家 我再说一遍 我们决定投亨达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王东亮他在闹离婚 整个投资是由海外部的CEO主导的 现在他辞职了 而且我跟你发誓 他知道这件事之后 我向王东亮失过压了 一方面 有出于我们对投资的回报率的担忧 另一方面 我同情林小月 你不是第一天当律师 对吧 事实复杂 人心复杂 这个案子都很复杂 为什么我不让你参与 我怕你蹚这趟婚事 可是我已经蹚了 我必须告诉林小月 王东亮在跟他离婚之前 已经完成了三千万人民币的A轮融资 他有这个知情权 但就为了这个知情权 林小月有可能向银行要求冻结股份 他有这个权利 结果呢 结果你考虑过吗 亨达错过了最佳的上市时机 王东亮破产 我们所有的投资打水漂 就连林小月 他都拿不到生活费 这是你想要的吗 我会告诉他所有的后果 我会让当事人自己做权 我也是你的当事人 对不起 够了 够着够了 够着够了 这样吧 我尊重你 好不好 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理解 谢谢李洁 李洁 不妨操作一下 或者加速离婚 或者保全 通知投资部 十分钟以后开电话会议 你要把 王东亮婚前融资 三千万的事情告诉林小月 对 你怎么想的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 尽快了结这个离婚案 这件事您从头到尾都知道 对吗 对 我知道 所以您让我尽快了结 林小月的案子 就是为了帮离婚堵住漏洞 没错 我就是这么想的 可是身如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是您教我的呀 我也教过你吧 做任何决定之前 一定要三思 不要轻易做判断 你这么一说 林小月到时候一闹 最后落到个满盘结束 你确定满盘结束 这个结果 是两个当事人都想要的吗 可是闹还是不闹 申诉还是不申诉 选择权应该在当事人手里 我只负责把实情告诉他 我看你啊 只负责捅娄子 那您这么想我也无能为力 你来找我之前 跟李光肯定吵过一家了吧 对 好 那我问你 如果你不是黎光的女朋友 你只是金达一名 普普通通的律师 你会找黎光吵架吗 你跟黎光吵完了架 你觉得金达会留你吗 你回答我 说得出来吗 李孟佳 黎孟佳 我知道黎光呢很喜欢你 但是你要明白 像黎光这样的人 他可以笑着跟你讲道理 翻脸就可以给你立规矩 但黎光是我上帝吗 黎光肯定不是你的上帝啊 但黎光暂时是金达的上帝 是我们团队的上帝 你凭什么觉得 林晓月从头到尾 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 比林晓月聪明 你能够百分之一百地确定 林晓月 她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你能吗 你重新好好想想去 你等会儿 我知道 我经常让你公私分明公私分明 但是 你选择跟离工在一起的那天起 你做任何的决定都要慎重 这个不仅是保护她 也是保护你自己 你懂吗 去吧 去吧 你怎么这么强呢 喂 李总 吴律师啊 晚上见一面吧 好的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 我们见面聊吧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的 昨天 咱们 おnn 都 有 都